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湖南卫视又出王闸剧 财播两集收视破1.7 老戏古演技惊艳众人 最近湖南卫视的热播剧真的是一个接着一个 都不知道要看哪一部 而且每次的收视率都很高 这不得不说湖南卫视选剧的眼光很高 可以说一直都是各大卫视的佼佼者 而且每次湖南卫视的热播剧 评价也都很好 并且基本上都是独播剧 这也可以看出湖南卫视对自己的押宝水准是多么的自信 真可谓是各大卫视里面的王牌领先者 不光是电视剧选择得好 就连湖南卫视的综艺也是受各大观众喜爱 1.盘点湖南卫视爆款热播剧 最近湖南卫视又出现了好几部未播剧 还未播出都已经成了爆款预定 特别是引起大家期待的言情剧余生 请多指教 由孝战和杨子两大顶流主演 首先不说剧情甜蜜有多少看点 就只是两位主演的CP感就已经是够 都很熟悉这两位主演 也是属于重量级的一部剧 是陈小和王一博主演的冰浴火 首先不看剧情怎么样 就仅仅只是预告片 都已经看出来陈小是大幅度的转型成了铁针针的硬汉 即便是在剧中沧桑的装扮 还是阻挡不了他自带的帅气 而在剧中的王一博更是以警察的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 身穿警服的他更是帅气 剧情的看点也是很满的 还未播出就已经将观众期待直拉得满满的 虽然没有等到播出的消息有些胶着 2.湖南卫视王闸剧第12秒 但是大家不要着急 湖南卫视又甩出一部王闸剧第12秒 仅仅只是播出两集 收视率就蹭蹭一直往上涨 目前根据数据显示已经突破了1.7的数字 可想而知是多么震撼 在各大平台拥有无数好评 各位老戏骨的演技可真的是惊艳四作 这部剧的援助尺度也是相当大 但是在该剧中 已经做到了最大程度的还原 而且特别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就是 剧中的女主在第一集的时候就离世 并且和《沉默的真相》里面男主的戏份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 但是整体的走向是完全不同 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性 任崇自从出道以来 都是很明确在走实力派路线 在之前的北京青年和那年花开月正元等多部影视剧中的表现都是非常有特色 也是很受大众的喜欢 还有在将婚姻进行到底的剧中 任崇饰演该剧中的IT项目主管负责人 在剧中长相中上 幽默健谈 粗线条 热爱自由 对待媳妇最大的要求就是要独立不多事 不让他操心 这也和现实生活中大多数这个年龄的盛男一样 拥有自信 骄傲的独特看法 而且这次在第12秒更加是突破了自我 演技水准很在线 而且这次的女主万倩演技也是决绝的 网友都纷纷表示演技细腻 剧中的角色都被他演绝了 能得到这样的评价 可谓演技是达到了惊艳四座的水准 在剧中万倩饰演的是两个角色 分别是双胞胎姐姐许翰和妹妹许莲 这两个人的性格也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是温柔的 一个是英姿萨爽类型的 妆容也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都被万熙拿捏得很好 演绎得很到位 网友都声声称赞 在演绎不同的角色时 眼神和肢体动作都有极大的不同之处 甚至把不同的两个人诠释得很完美 眼神 动作 以及情绪都演绎得很到位 这样的演技难道不是教科书级别的吗 总之在第12秒的剧情中 各位演员都拿捏得很到位 将悬疑和人性相互交织 给观众带来双重的感觉 更高度地还原了原著 虽然有些小部分稍有改变 但是整体效果都很好 被观众一致认可 这也可以说是国产剧的一大进步 在整个剧中 两位主演的演技是时刻在线 不仅眼神里面有戏 肢体动作更加是堪称妙哉 万倩更是凭着自己一己之力将两个性格的姐妹演绎得很完美 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 这部剧的热度肯定会越来越高 很有可能会爆炸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